选举刚结束 在北韩岸从三支石门金山以及万里 总共有47个里 当中就有三个里长没有连任 而其中在石门区唯一新向任的里长 就是监督里的里长当选人邱曹丛 他表示会想要出来选里长 也是秉持着一颗热忱的心 要来服务在地里民 应该是更加的努力 过去是人家来请托我们去帮忙 之后尤其是在这个里 当然各里有里长他们在服务 大家都服务得很好 我希望说能够在自动发现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去尽量的去帮忙 当前是一个责任的开始就这样 邱曹丛曾经担任过第16届的相代表 以及立委服务处的主任 还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志工 为民服务的资历可说是相当丰富 而这一次的选举 他以607票赢过原本已经当了24年的里长 吕金树430票 他也向选民表示感谢对他的肯定 当然这期间你当过民意代表 又是人家服务处的主任 就有很多事情 也是不分离 到现在讲说不分离 有事情就来这边请托 尤其我是从87年 当财团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志工 这段期间已经十几年 就是光听了一些检察官 我们讲的课程或是实际案例 在司法部分也是稍微懂了一些 邱曹丛在当选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就来到了区公所拜访石门区长 他也希望在未来能够主动的 来帮助在地里民 作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平台 让石门监入的民众过得更好 记得去短译 石门采访报道